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媒体称 从卫星照片判断 俄军队活动的位置距离于夏威夷火弩鲁鲁引南35海里 在美国家门口演练 摧毁敌方航母 这对美国来说是几个意思 美军迅速调遣 卡尔文森号航母返回夏威夷 并下令最先进的F22一型战斗机起飞 拦截参加演习的俄罗斯大型军机 一场俄美海军对之上演 而中国从这一幕里会有所收获 关于这场在夏威夷附近的大演习 俄罗斯国防部6月21日对记者表示 俄太平洋舰队多兵种 在太平洋中部地区举行演习期间 演练了消灭假想敌航母打击群的科目 俄国防部还透露了一些细节 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的两个舰艇编队 在千岛群岛东南约2500海里夏威夷群岛方向行动时 先是演练了探测敌方航母战斗群 然后进行电子对抗 最后对假想敌航母战斗群发起精准的导弹攻击 为了这场打航母演习 俄太平洋舰队出动了20艘战舰 远赴夏威夷附近 可见动静之大 而率领这个庞大海军舰队的旗舰 是俄海军当前最强悍的航母杀手 瓦梁格号导弹巡洋舰 排水量接近12000吨 其标志性装备是舰手左右亮弦巨大的8座双连装SSN-12反舰导弹 参与此次演习的还包括俄海军 沙波时尼克夫元帅号护卫舰 阿尔达尔旗舰扎波夫号 完美号和轰明号轻型护卫舰等 俄太平洋舰队派出的这两个舰艇编队相聚参买海里 角色互不相同 其中一个战术舰艇群负责扮演假想敌角色 留在远海区的另一个舰艇编队主力进行对抗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场大演习中 还不止俄太平洋舰队的20艘水面舰艇 有消息说 还有太平洋舰队的潜艇 俄海军航空兵的 书架图142M3远程反潜机加入演习 142是在图95战略轰炸机基础上 研制开发的一款大型反潜巡逻机 指控时间长 航程院据俄媒透露 俄海军航空兵的图142M3反潜机 是手前调到勘察家半岛夜里走卧机场 然后从那里飞往演习区 飞机在空中飞行超过14个小时 航程约1万公里 而且图142M3远程反潜机 是由俄军米格3EBM高空拦截机一路护航 同时 俄空天军的1278加油机为反潜机加油 加油是在海拔5000多米的高空椅 每小时500到600公里的速度进行的 可见这背后还不是一场返航母演习这么简单 是俄罗斯海空力量 包括水下力量的协同并进 展开了一体化的模拟实战行动 用俄罗斯预备与海军上校 全俄舰队支持行动主席 米哈伊尔·耶娜舍夫的话说 考虑到反潜和战略航空 潜艇等部队共同的参与 因此这次演习是独一无二的 而俄罗斯的意图也很明显 就是要通过这场演习证明 俄太平洋舰队有能力完成在远洋地区的作战任务 能够保护俄罗斯的国防和安全利益 耶娜舍夫说了一番话很有深意 如果你看地图 那么此次演习所在的这片海域一直是由美国统治的 因此 未来我们在舰艇 海军反潜机将经常进入这片海域 太平洋舰队在这一海域能够形成有效的打击力量 俄军这次在美国家门口主动出拳 从战略意义上来说 也是极为罕见和巨大的 俄罗斯莫斯科 共存桃源报21日的文章说 从现在历史上看 这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 首次在太平洋中部 布城的美国航母 夏威夷附近举行大规模演习 这也是俄太平洋舰队 在近几十年来 首次向美国西海岸派遣大型海军兵师 正在距俄海岸5000公里处执行作战任务 对此 俄海军专家弗拉基米尔·钢达罗夫称 很显然 这一演习具有重要的政治性和示范性 钢达夫认为 首先 俄海军这场演习 是在北约成员国 在俄罗斯部分北部 南部和西部边疆附近 进行了一系列演习的背景下举行的 北约的演习将持续到秋季 作为回应 俄方一次表明 我们的舰队也拥有长臂 我们可以到达美国军事基地最脆弱的地方 其次 什么是夏威夷群岛 这是美国海军最大的基地 也是一个导弹霸场 他们在那里进行秘密实验 我们的太平洋舰队一次表明 我们几乎可以在美国太平洋的任何地方对其实施打击 第三 将于美国人自称是亚太地区的霸主 我们一次表明 他们并不是唯一的 除了中国外 俄罗斯也会出现在这里 在太平洋中部的演习中 俄演练摧毁夏威夷群岛附近 模拟敌航母战斗群的任务 这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 当然 俄海军这场在美国家门口 举行的打击航母演习 给美国人带来的震动也是非常巨大的 多加美国媒体都报道了这一演习 而且其声呼吁美军高度警戒 俄罗斯大批舰艇已经靠近了夏威夷群岛了 其中 一位美国海军高级军官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美国西海岸不能再被视为完全安全的区域 也不再是美国军舰及潜艇的自动避难所 原因是俄罗斯在太平洋的军事活动将进一步增加 包括俄罗斯潜艇的存在 如果俄军越来越多的在遥远的地方举行演习 俄罗斯舰支 潜艇和飞机 在夏威夷海岸附近的存在 未来可能会变得司空见惯 都没有提到一个核心信息 社交网络上流传的最新卫星图像显示 截至当地时间6月19日 俄军舰队出现在了局下位移只有35海里的地方 可能美国人觉得这很丢脸 不愿意提 而俄罗斯人则觉得 博弈中还是要给美国留点面子 不需要打脸太狠 从水面上看 美军出动了三艘阿利伯克级周斯顿驱逐舰 和一艘海岸警卫队巡逻舰舰 对俄军舰艇编队进行跟踪和监视 对这气氛比较紧张 在空中 据夏威夷当地媒体报道 6月13日到18日 俄军图142远程反潜机 两次逼近夏威夷空域 美军不得不下令最先进的F22战机 两次紧急升空 对图142远程反潜机进行严密监视 不过妹妹也表示 俄军飞机没有进入防空识别区 所以F22未实施拦截 另外 俄军这次罕见的演习 还惊动了正在夏威夷以东海域 进行训练的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 军美媒透露 卡尔文森号航母的训练计划早已确定 可是由于俄军演习突然而至 所以不得不紧急撤回卡尔文森号 如今 卡尔文森号航母的训练地 已经转移至 居下位移更近的地点 显然这个时候 美军还是觉得 有个航母打击群在家门口 与俄罗斯形成相互威慑 心理上还能踏实一些 另外 美国于当地时间6月21日 在太平洋地区进行一次反导测试 按照美国导弹防御局 此前公布的计划 此次测试很可能是一次爱国者 与萨德两大反导系统的联机试验 主要目的是测试利用萨德的指挥系统 控制爱国者发射拦截弹 而且 目前至少有三艘美军情报船 部署在太平洋海域 尚不清楚这三艘情报船部署的目的 是监控俄军大规模演习 还是为美军即将进行的反导测试收集数据 这次演习来得十分敏感 因此地点敏感 众所周知 俄罗斯的重心 动脏在欧洲方向 来太平洋的时候不是没有 但是不多 俄罗斯时不时会派出军机 往西太平洋飞一飞 却关岛周围绕一圈 但是像这次这样 大规模地派出舰艇编队 前往太平洋中部就会罕见 因为太远了 俄罗斯与美国不同 它没有像美国那样的全球基地 这也意味着 它的舰艇编队出海后 几乎无法沿途不起 而必须实现往返路程的自我保障 即便是从勘察家半岛的港口出发 要到达夏威夷附近 路程也十分遥远 所以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远征 也是一次实打实的 不缠水分的秀肌肉 二是时间敏感 就在几天前 普京和拜登刚刚在瑞士 进行了面对面的会晤 当时双方都表示 会谈气氛很好 也达成了一些成果 但就在双方关系 似乎松动一些的时候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又突然对俄罗斯进行恫吓 全程要求纳维利内事件 对俄罗斯进行了一套制裁 这又再次冲击了很多人 对俄美关系走向的预期 而这次军演 也就发生在沙利文对俄开炮的 几乎同一时间 这位人们对美俄决裂的猜想 又增加了许多空间 不过一位军事专家表示 巧合的可能性更高一些 他说 这样大规模的军演 一定经过了很长时间充分准备 在开始筹划的时候 普拜会应当还没有敲定 所以也很难讲 这次军演 是刻意要在峰会之后 给美方一个下马威 不过这跟美俄关系也差不多相符 对抗是常态 但不排除在对抗中有对话 对此 美国紧张归紧张 但也说不着俄罗斯什么 毕竟在别人家门口的公海上 演习这种事 全世界就他干的最多 这也已经成为俄罗斯与美国 打交道的一部分 直不时的展示肌肉戳你一下 但是又让你难以发作 这种交往方式 对中国有借鉴意义吗 上述军事专家表示 俄罗斯这个国家 一直很愿意展示自己的大国力量 有时候甚至愿意夸大自己的能力 但中国是典型的东方文明国家 文化传统上更为含蓄 讲究寒而不漏 除非把中国逼极了 否则不会轻易使出看家本领 但近年来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施压 正在变得越来越过分 这也促使中国开始思耗 在一些方面 如何改变与美国打交道的方式 实际上 尽管俄罗斯经常展示肌肉 但真正擦枪走火的情况很少 这主要得益于 双方有比较健全的共同规则和沟通机制 即便出现了意外状况 也不容易误判 双方的分寸感 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相遇中 不断打磨出来的 对于中国而言 俄罗斯的做法不能不说 在一定意义上 尤其参考价值 特别是在某些关键的时候 适当回敬美国 本身就是博弈的一部分